好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是11月了 那今天已经是11月4号了 所以请问一下 2023年的保险计划公布了吗 你说的对 其实在10月15号的时候 这个红蓝白卡65岁以上的这个计划 已经公布了 已经可以看到 明年这个计划不同的点是在哪里 那可能估计你这么问的话 你就是65岁以下的人群 那他想请问 65岁以下的人群有什么变化 会不会这个保险费涨了很多 因为之前一直在说 政府的补贴没有那么多了吗 所以他说他现在用的是 加州健保有政府的补助计划 他想知道明年还有没有 好 还是请到我们的张董事长 来替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 65岁以下的人士 到底2023年的保险计划是怎么样的 明年度加州全保的计划内容 保费高低 你的福利都已经公布了 那在11月1号 已经开始了做年度计划的改变 你开放了 所以各位要做比较 要做了解 要规划明年的保险计划 现在应该就要立刻着手了 你说明年的福利有没有变好变坏 不一定要看你的收入高低 收入政府已经公布了一个贫困献表 贫困献表上面稍微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 这个是联邦政府的公布 加州政府公布的是福利表 福利表里面对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 赢70跟赢73福利改变了 福利改变了 变糟了 也就是说收入稍微从中等收入到偏高收入的 加州居民 你买的加州健保 你保费是一回事 可是你的福利变差了 那这个都是要跟有经验的保险经济做咨询 你说保费涨多少 要看你是用HMO还PPO的计划 PPO的计划大概涨得不到2%吧 HMO的计划涨得少 大概只涨了百分之一点几 保费涨不多 因为政府的补贴款增加了 那这个计划跟福利有没有任何的牵连 看收入 你的收入 我们知道加州全保是要看六样事情 第一个年纪 第二个你的居留身份是不是合法居留身份 第三个在你的家庭的人口数是几位 还有当然他们是不是有26岁以上的大小孩 这个都要知道要分开来 第五是你的报税收入 你的报税收入是调整后的收入 你必须要知道我们是用来这个数字来做保险 第六个就是你家的邮别 看你住哪里 不同的条件当然会影响到你的保费高低 跟你的福利的好坏 所以一定要做很精确的咨询 有经验的保险经济会跟你做踏实的分析吧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天宁保险的张董事长讲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保费看来涨的不多 H&M才一点几百分之一点几 然后PPO的百分之二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见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政府 虽然这个政府有的时候也很紧张 但是在这个给贫困线的人民还是补助有增加 好那如果这位朋友啊 你想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计划比较好的 我还是建议你就找一下天宁保险 或者你自己有保险经济的话 也可以联络一下他们 就是我的收入 记住而且是调整完的收入 就是税后的收入 就是调整我的报税的收入 我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我可以得到多少的补助计划 可以替你省多少钱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这个保险经济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这样子啊 就知道要买保险因为加州不买保险罚款嘛 就觉得忽利忽利随便买一个就好了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话 然后现在又有疫情啊 大家都知道身体突然来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 说不定呢 所以还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比较好